鐵或銀鉤,行氣十足,清瘦如鴨 這一首好字並不是出自什麼書法大師之手 而是由不同食肆的老闆,經理,伙計寫出來的 在電腦未普及之前,食肆的菜單都是首寫 所以上一代飲食界的前輩不少都寫得一首好字 當中最有名的算是一哥楊冠欣 一哥以前是樓面出身,因為寫得一首好字而備受賞識 先看你的寫字寫得好,就變成人家有個意思 這個人都可以稱得去做營業報 做營業報也回不上下 之前一哥寫菜單,現在就為不少餐廳寫招牌或者提字符 看一哥不封凌厲,的確很有氣勢,寫得好靚 但一哥就很謙虛 我覺得現在的字都是一般,不是說人真好 不過換句話,再要努力 鳳城的姜經理就努力了很多年 現在鳳城的菜單,廣告牌,甚至是小心地畫的告示牌 都是由姜經理執筆 姜經理學了書法有15年 期間不斷抄寫顏真卿、扭公權的字體來雜誌 現在仍是每晚在報紙上寫大字練習 是真正的書法門身 難怪他寫的菜單收場雅氣 一字一字就好像青竹一樣 除了酒樓飯店,海鮮檔都經常見到手寫菜牌 沒有他,因為生猛海鮮日日不同,價錢又是屎腳 自然是手寫菜牌方便很多 福來居飯店已經開了四十幾年 由上一代至今都是手寫菜牌 不用墨水,牛哥是用身份來寫字的 是生粉,通常在五斤店可以買得到 它的好處就是積蓉 你不愛的時候就可以馬上抹去 身份只要加水混合,就像白酒一樣可以寫字 牛哥就是直接把菜式寫在鏡面上 看它的字,輪飛鳳舞 看到都覺得它的海鮮特別新鮮生蠻 牛哥的菜式下面,還寫了中國式銀碼 懂得看的沒有多少人 但牛哥就寫字得其樂 我覺得這件事好像傳統一點好一點 已經習慣了 下次出去吃飯的時候 不妨留意還有沒有這些 隱藏在食店的麥寶 不妨留意 不妨留意 有趣的 很正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